好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 孩子来到你的面前 主要照射你的灵在我们的当中运行 主要你看见的是我们很多的人 在劳苦愁烦的里面 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今天这场的信息的里面 主啊 缩短我们受苦的时间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自我对话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考试呢 还没有开始 你就担心什么 明天考不好 甚至你的工作呢 只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失误呢 你晚上回家睡觉就怎么样 辗转难眠 因为你今天早上犯了一个 不能犯的错 好 再来 遇到事情的时候呢 不晓得该怎么选择 选这个呢 又担心得罪那个人 选这个呢 又担心自己 好像又没办法 所以你就在那个选择上面 有选择障碍 带给我们什么 负面情绪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往上 所以在第一集的里面 在不打安全牌的里面 我有跟大家分享过 自我对话 可以击溃我们 也可以帮助我们达成 有意义的什么 成就 好 再来 第四章 当我们今天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常常说 过什么 那句经文 就是在受洗证书里面 有那句话就是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所以我们有很多 已经受洗的基督徒呢 都很开心 就是跳到这个水里面呢 就洗了 洗了就上来 洗了上来之后呢 就在等待什么 等待事情开始改变 可是我们却完全的不知道 什么叫做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的信息 会环绕在这一句话的里面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是在不打安全牌里面 我还没有讲到的信息 自我对话是什么呢 自我对话是大脑的心智的能力 就是说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有一个能力就叫做内省 这个内省呢 就是所谓的自我对话 它能够帮助你在评估事情 比如说 现在已经十点了 我现在要怎么样 赶快去洗澡 因为我十一点要上床睡觉 那如果你时间到了 你却没办法做好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在那边反省说 哦 我今天哪个地方 时间上没有控制得很好 那我明天呢 我自己的时间上呢 就要稍微调整一下 就是说我们的大脑本身 有这样的一个自我对话 自行的功能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 神把这样的一个自行的功能 就是这个自我对话的功能 是要帮助我们找到什么 来 上面有答案 是要帮助我们找到什么 好 圣灵住在哪里 住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都知道 可是我们要如何的来 摸得到他呢 很难 你们知道吗 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刹那 圣灵就已经进入到 我们的里面 也可以说 当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生命中救主的时候 神的灵就已经回到 我们的身上 但是重点来了 要跟着我 要跟着我 现在速度要很快 对 好 现在重点来了 好 来跟我说 与神最远的距离是什么 就是神与我同在 我却没有察觉 为什么呢 来 按着你的手 已经受洗的 受洗的每一个人 你按着你的手 你这样可以感受得到 神现在在你的里面吗 很好 内心说可以 其他的人 跟我以前一样 问号 很难 因为为什么 我们还是常常叫天 天不应 叫地 地不灵 因为为什么呢 来 我们一起读 在那个 这一个 哥林多前书 有讲这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 说 然后中文一本 是什么意思呢 你们难道不知道 自己就是神的圣所 而且神的灵 住在你们里面吗 我们停留在这里 保罗说 岂不知 你们是神的店 神的灵 住在你们的里头吗 我现在要讲的 就是我个人 当我受洗之后 我不晓得 什么叫做受洗 是灵里面的改变 我却怎么样 我却在外面 我在外面 在找改变 比如说呢 我还没有受洗前呢 我就是很胖 受洗以后呢 我就会觉得说 我应该就变得很瘦 或者说 我还没有受洗前呢 我的英文很不好 我的数学很不好 我的人际关系都很不好 然后我现在受洗了之后呢 我的英文就变得很棒啊 我的数学就变得很厉害啊 我的人际关系就变得很好啊 或者我的业绩就变得很好啊 这就是我对受洗的定义 下一张 要跟着我的PPT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真的很宝贵 好不好 当我手往下比的时候 就往下 好 我们一起来读 神是个灵 我们是以神的形象被造的 好 这节经文一起读 来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 将神气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好 往下 我找三个弟兄 三个弟兄来 韦晨上来 然后 韦晨家豪上来 还有你 杨风快点动作快 上来 用跑的 好 来 家豪 从后到尾 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家豪 来 家豪站着 来 他也是家豪 来 站在家豪的后面 他也是家豪 来 他也是家豪 你们先这样看 先这样看 OK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经文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怎么样 造了人 好 麻烦你先睡在 先睡着 你先睡在地上 好 你现在先睡在地上 你们先不要动 好 他现在睡在地上 你们就先想象 现在呢 我们的阿爸天父呢 他就用泥土 然后造了一个人 就这样造了一个人 好 那他现在造了一个人呢 我们先想象他 他就是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 神就是灵 灵就是神 阿爸天父 阿爸天父他现在呢 就来把他的气息 吹进他的里面 你现在摸他 你现在摸他 好 他摸了他 也等于把他自己的灵怎么样 放到他的里面 好 我先把这拿走 不要动 好 神的灵 放在他的里面 好 接下来会发生一件事情 来 你过来 他 你一样 他就会在这里面 生出来 他又会有感觉了 这个叫做魂 好 这是体 好 灵 他进去了 好 现在你们 你站起来 你现在站起来 谢谢 好 还不要动哦 来 回来 那我现在变成平面 一直躺着不好动 好 来 回来 他现在是魂 他是魂 我再说一次 神 用地上的泥土 捏了一个人 然后 神的灵 进入到他的身上 神的灵 进入到他的身上 好 所以呢 神的灵 现在进入到他的身上 这是神的灵 进入到他的身上 然后呢 当神的灵 碰到这一个泥土 就是碰到这一个身体的时候呢 这个身体 会有感觉 这个感觉叫做魂 下一张 好 下一张 这样懂吗 所以你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什么 同一个人 就是什么 家豪 这样懂吗 先有这样概念 好 好 所以现在继续看 他不要动 你不要动 那我们现在对着他看 体是什么 体 体 身体 好 身体是可以摸得到的 对不对 好 再来 那请问一下 魂 但是我们却可以碰得到魂 你看我们怎么碰 他是魂 他现在他是魂 他还在这里面 还没出来 我现在如果骂他 我对他人身攻击 或者我误会他 可是我没有摸到他 我从头到尾是骂他 比如说我就骂他说 你不知道 你是全世界最丑的男生 这样 比如这样 好 后来我就跟他讲 你是 你是超级怎么样 超级没有 没有出息的男生 可是 我有没有摸到他 我没有摸到他 可是 他会不会有感觉 会 那他的感觉 这个魂 这个感觉 他就会牵动什么 体 这样了解吗 好 那接触到这个体的时候呢 就会发生一件事情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下一张 好 就是这一个 在亚当 他还没有犯罪之前 人的构造是什么 是灵 然后再什么 魂 然后再来体 就是说 我们这一个人 是让什么来掌管的 灵来掌管的 那这个灵呢 他是通向神 也就是说 我 我现在呢 我就跟他讲 你知道你是全世界最丑的 你知道吗 你真的是超级没入用 你这辈子你废人 你当成一个废人 好了 这样 比如说我在这边 一直攻击他 一直这样 好这样 可是是 神的灵在他的身上 所以呢 当我现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没有经过神的灵 是进不去的 因为他会知道 我说的是谎言 他会直接跟他讲说 不是耶 你可能有一些误会 其实我受造奇妙可畏 其实我是真的蛮有能的 其实我真的是蛮帅的 你可能要重新来认识我 就说有神的灵 这样了解吗 可是当亚当犯罪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 灵已经死了 灵已经走了 我们看下一张 再下一张 神跟亚当说什么 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怎么样 你不可以吃 当你吃的时候 你的日子必定什么 死 这个死的意思是什么 灵 神的灵 已经离开他 就是说 这一个身体 已经跟神的关系 已经断绝了 所以现在这个身体 再回去 刚刚三张 三个圈圈的那一个 好 所以现在这个身体呢 换什么来处理的呢 你蹲下去了 你现在蹲下去了 魂 好 现在就发生一件事情 你知道吗 你真的不是普通的智障 我告诉你 这辈子真的你没用了 真的 这个时候呢 他就会驱动这个体 这个体就会开始起来 起来就开始怎么样 就开始攻击了 我们俩就开始打来打去了 这就是在亚当犯罪之后 我们的状态 那当我们现在受洗之后呢 耶稣 基督他说的什么 他说我去 是与你什么 有益处的 因为在连续两周 牧师不是在讲信息吗 耶稣他上十字架 就是为了将他的生命怎么样 再一次的分次给我们 说现在神的灵怎么样 回来了 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 圣灵回来了 好 应该是往上 好 所以呢 再往上 要往下 往下 OK 好 对这一个 不是刚刚那个 好 所以呢 当现在呢 神的灵已经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重新来看 灵 魂 体 它有三个需要 跟我一起说 三个需要 好 就像身体 身体需要的是什么 水 空气 食物 睡眠 运动 还有一些些的事情 反正就点点点很多 那如果身体少了 空气 水 跟食物 跟睡眠 身体就是怎么样 死亡 OK 好 那同样的 魂也是一样 今天这个魂呢 我就这样一直跟他讲说 你真的超级没有用 你这辈子已经毁掉了 我跟你讲 你这辈子真的没有出息 好 我这样一直在攻击他的时候 他也会变成什么样 沮丧 他也会觉得说 我是一个很没有用的人 所以说魂 他需要的是什么 连结感 就是认同 他需要 就是我们这个人是需要被认同 那我们需要被肯定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情感 意志 思想 这样了解 这是魂 好 那我先来看 那灵 他需要的是什么 真理 就是神的话 与神 连结 就是说 你要来感受到这一个灵 你需要怎么样 你需要有神的话 有神自己来触碰它 让这个灵开始长大 这样了解了 好 请大家回去 谢谢 谢谢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处理这个问题 好 我们要处理什么问题呢 好 下一张 再下一张 好 这里 主的灵 高在我们身上 来 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 主的灵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 被掩抖的德释放 瞎眼的德看见 将那受压制的德自由 报告神冤纳人的喜年 好 你们看到 主的什么 灵 在我的身上 所以当耶稣来到这地上 他是为我们的灵 带来什么 好消息 跟我们说 他是为我们的灵 带来好消息 所以耶稣他来 他是要释放什么 释放被捆绑的魂跟灵 就是我们的魂跟我们的灵 已经完全什么 已经纠结在那边 甚至灵已经死掉了 就像我刚一开始在讲的 听到明天要考英文 听到明天要考数学 你现在就认为什么 明天一定考得很糟糕 明天一定考得不好 今天回到家 就因为今天老板说了你一句话 你就觉得你这辈子已经废了 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就是纠结在负面的情绪的里面 尤其是受洗的基督徒 我们都相信说神 他会帮助我们 但是你却不了解灵 魂体 个别的特质 特别的功能 我们就纠结在这里 说常常让我们混乱 说我要花多一点时间 再来讲清楚 好 下一张PPT 好 首先的亚当成了什么 有灵的活人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说的 神用尘土招了一个人 神的灵进到他的身上 他成了什么 一个有灵的活人 但是呢 他却怎么样 吃了三二叔的果子 结果他这个灵就怎么样 死掉 那个死掉是什么 与神完全脱离了 现在耶稣他回来了 他就是要让我们怎么样 叫我们活过来的灵 所以我们一起读 罗马书八章十一节 一起读 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若住在你们心里 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好 然后上面有写 在另外一个版本上面是说 得着生命 来下一章 再下一章 好 我们来读这节经文 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完全分别为圣 愿你们的灵魂体 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 全然得蒙保守 无可指责 好 有没有看见 他说 愿赐平安的神 是神亲自 是神亲自来帮助我们的灵魂体 回到原本对的位置 这节经文讲的是这个 是神他自己他要回来帮助我们把灵魂体重新排列组合好 所以当我们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你受洗是你的灵先被得救 神必须要先回来处理你的灵 如果你不知道你里面的灵已经活过来了 而且是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灵在你的身上 我要跟你说你就亏大了 好下一章 我们来看 这是耶稣说的 来一起读 人生命的是灵 肉体没有什么用 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好 耶稣不是说吗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 所以耶稣他在讲的是什么呢 当我刚刚这样跟你们解释的时候 你们头脑有没有比较点概念呢 其实神从头到尾 就是要让我们的灵快速的长大 让我们的灵怎么样 刚强壮胆起来 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典章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开始亨通 懂了没 哥哥懂了没 你懂了吗 神的话语 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让我们里面的灵 就是里面的灵 它能够快速的长大 然后快速的明白神的话语 那当你开始抓住神的话 相信神的话 依靠神的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突破你的魂跟你的体 这样有概念了 好那接下来我们这是重点来的 好一起来读 如果有人是这话语的听者 而不是实行者 这个人就像人对着镜子 观看自己生来的面貌 看了就走开 立刻忘了自己是什么样子 但是详细查看那使人得自由的完美律法 并且继续持守的人 因为他不是健忘的听者 而是行为的实行者 这个人就将要在他所行的世上蒙祝福 好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小孩子很可爱 我好喜欢这个小孩子 我真的我超爱他的 我最近也想说把他的放在我赖的那个封面的里面 好这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呢 注意听 他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把圣经当成是镜子 你们有这个人在照镜子 他在照镜子 当我们现在我们把圣经也当成是这一面镜子 来照我们的时候 会发生一件事 就是你会看到在灵里面真正的你是谁 我要你们停下来思考一下 很多人常常在祷告的时候跟神说 主啊我要知道我的命定 主啊我要知道我的恩赐 主啊我要知道我的才干 主啊我要知道你对我生命中的计划是什么 主啊我真的好想认识我是谁 还记得我在不打安全牌里面所讲的吗 在这世界上 没有一个说明书 或者有关哪一方面的资料 可以摆在我们的面前 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我们可以怎么活着 圣经 就是要帮助你 让你看见灵里的你是谁 现在跟你左右两边的说圣经 是要帮助你 看到灵里真实的你 就像你的身体在照镜子 没看到这张PPT 就像你的身体在照镜子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注意看到他的眼睛 你注意看到PPT的眼睛 他的眼睛一直看着镜子 然后他就可以相信 他透过镜子里面所看到他的脸 我要你们花点时间停留在这里 我再说一次 有谁在这里的每一个人 包括在视讯前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 有哪一个人 你用你的眼睛 在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真正的脸 不透过任何东西 不透过镜子 我再说一次 在这里 有谁可以 就是你现在单凭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都可以看得到 你的眼睛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你的眼睛 可以不透过任何媒介 比如说镜子 还是什么东西 可以反射 铜镜随便 或者水中的倒影 或者玻璃 就是说你不要透过这些东西 你可以用你的眼睛 可以看到你的脸 有谁 没有办法 你的眼睛 从来没有看过真正的你是谁 你都是透过镜子的反射 你可以透过镜子的反射 你就相信从镜子里面 看到的你自己 同样的神的话语 就是你的镜子 你现在也要用信心来看圣经 你相不相信 当你在看圣经的时候 神也会透过圣经这一面镜子 让你看见真实的你是谁 我们受洗的基督徒 从头到尾 就是卡在这里 我最近非常非常的忙 我连续好几天 大家都睡不到两个钟头 跟我比较好的人都知道 常常三点四点了 都还看我在回脸 因为我就到半夜三四点的时候 我才有时间稍微处理一下脸 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变成睡眠 都睡得很少 都睡一个钟头两个钟头 甚至我昨天都还在开玩笑 我说都不要睡都没关系了 你知道我在忙什么吗 我忙着在处理已经受洗的基督徒 已经认识神的基督徒 一直在旷野里面绕圈圈 而绕圈圈的唯一的原因就是 你不知道你是谁 神已经给我们圣经了 我们可以透过圣经 看见神创造我们真实的样子是谁 而我要挑战你们 你们都可以看着镜子 就透过镜子 你就相信你可以长这样 那为什么你不能透过圣经 所说的你 而相信你就是这样的你呢 为什么你没有办法相信 下一张 说一起说 把你在灵里真实的样子 完美的呈现出来 好跟你左右两边的说 最少跟两个说 你说神的话语 所以同样的意思 当你想要来经历 圣灵复活的大能 在你的心里面 开始运行 你想要来感受到 在你的生命的里面 有因着你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 那个复活的大能 在你身上开始在运行 你就有在圣经的里面 看见如何与圣灵一起同工 你要去看见圣灵 他是在怎样的状况之下 他会开始发生那个影响力 你要在圣经里面去看见答案 神会让你看见 我要来跟你们讲一个见证 礼拜四 礼拜四早上 我打开手机 我一滑 我就准备要听 圣经加油站 那当我滑过去 要听圣经加油站的时候 刚好有一个团购 那个团购 刚好就是有东西丢出来就对了 然后我就很好奇 我就把它点进去 不能讲好奇 因为我现在蛮依靠那个团购 因为比较方便 就是说 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外面买东西 就车子开到店门口 东西拿着就走 然后我就点进去 当我点进去的时候 我就看见 他在卖那个绿葡萄 那我就在想说 哇绿葡萄 好想吃 然后我就挣扎了一下 挣扎一下 我还是给他点进去 我就看一下多少钱 然后在我看的时候 我在想 真的还假的 这么大一包 190元 很划算哦 我就在想 真的吗 我还在那边再看一次 我还戴眼镜 因为我有老花眼 我还在看一下 确定是190元 这么大一包 好我看了之后呢 我就准备给他按什么 按加1 当我正准备要按加1的时候 圣灵就告诉我 丁坤宏 已经买了 我心里就当下我在想说 不可能 我心里就就一个问号 不可能 我的老公有在这个群组吗 我整个都不知道 这是我第一个问号 我老公有在这群组吗 而且如果他有买 他也会跟我讲啊 所以我就心里在想 不可能 就在我说不可能的时候 圣灵还跟我说 他上面还写 加2 好那时候我就真的点进去 我就马上去看留言 我就一直滑一直滑 因为已经很多人在定了 所以我就点点点点 点上去的时候 你知道我看到的是什么吗 我看到的不是丁坤宏 我看到的是 秋晚期 加2 他用我的名字写 加2 然后 我就认在那边 认在那边的时候 我还不确定 这个丁坤宏 就是我的老公丁坤宏 你知道吗 我就给他点进去 放大 来看 那下面是他 没错 真的是他 好 你们知道为什么 我讲这个见证吗 当 当我停在这边的时候 圣灵速度就很快 圣灵就告诉我 他说 你怎么不问我 不问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丁坤宏 用你的名字 订了绿葡萄 上面写加2 你怎么不问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就停住 你知道为什么我停住吗 我不敢讲话 我完全不敢讲话 因为 丁坤宏 这几天 被我劈到乱七八糟 他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 所以我完全不敢讲话 所以我就很担心 圣灵会跟我讲什么 接下来 我就安静那边都不讲话 然后接下来 圣灵就给我这一句话 来一起读 再读一次 当神给我这句话的时候 我的眼泪就流下来 圣灵跟我说 坤宏 也是神所宝贝的儿子 我就懂了 接下来 下一章 更重要的 来一起读 因为你们 如果胜着肉体而活 就将死去 但如果胜着圣灵致死身体的 所作所为 就将活着 圣灵跟我说什么 圣灵跟我讲的这一句话 他说 晚期 你如果还是顺着肉体而活 你将会死去 就我刚刚说的 我们吃善恶树上的果子 我们的灵就怎么样 死了 那个灵死了代表什么 与神的灵完全断绝关系 神告诉我 你若顺着圣灵 致死你身体的所作所为 你将持续地活着 你将持续地活着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再往前 刚刚的 一起读 蒙神的灵带领的人 他们才是神的儿女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 都是神的儿子 我很感动 我跟神说 谢谢你 谢谢你 让我明白 你看中的是 我能不能让圣灵来引导我 谢谢你透过这件事情 在告诉我 我是神所爱的 因为神的灵正在带领着我 我是神的儿女 我要透过这个见证 来跟你们说 来往下 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 来一起读 如果你不相信神把他儿子的灵 放在你的心里 你就没有真正的重生 再说一次 如果你不相信神把他儿子的灵 放在你的心里 你就没有真正的重生 跟你左边右边的告诉他 把这句话告诉他 你问他你相信吗 相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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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相信 你就没有真正的重生 阿妹 相信 如果你不相信 神把他儿子的灵 放在你的心里 你就没有真正的重生 好 再来 重点来的 好 一起读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拆他儿子的灵 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不是在祷告阿爸天父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这些基督徒 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 若没有神的灵 在你的身上 你在呼喊阿爸父的时候 其实那是你大脑的幻觉 我再说一次 你若真不知道 有神的灵 在你的里面 你是神所爱的 你常常来到神的面前 在祷告的时候 你以为你在祷告 但是我要说的是 那不叫祷告 那是你大脑的幻觉 来 往下 我们一起读 当你的魂与灵 达成一致时 你将看到身体的益处 灵必须通过魂 才能进入身体 彰显在物质界 这是我刚刚跟你们分享的 神说 你如果不顺着圣灵 来制使你的肉体 你的魂跟你的灵 事实上并没有达成一致 我可以边祷告 但是我的心里面 却一直看着丁昆宏说 等一下我祷告完 你就知道了 现在是祷告时间 你很安全 但是你只要听到我说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找地方躲起来了 你觉得我这样的祷告 神会听吗 对 可是我们要制使我们的肉体 有这么的简单吗 很难 但是你若被神的灵引导呢 对 所以当神的灵 告诉我 你相信吗 你相信你现在已经被圣灵引导 制使你的肉体了吗 我安静来到神的面前 我一直不断地哭 一直不断地哭 一直不断地流眼泪 神就这样告诉我 他说 你的灵 来 说你的灵 已经通过你的魂了 已经通过你的魂了 神的灵 神的灵 现在在你的身体里面 现在在你的身体里面 可以自由运行了 可以自由运行了 再跟你左右两边的说 告诉他 你的灵 必须通过你的魂 才能够在你的身体里 开始运行 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 这个水龙头 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魂就像那个水龙头的 这一个闸门 这个叫做法门吧 就是这个开关 你的魂 才是唯一决定 要不要让圣灵 在你的身体里面 开始运行的关键 跟你左右两边的说 你的魂 才是决定 圣灵 复活的大能 能不能在你的身体里面 开始运行 的关键 好 再来 这个很重要的 来 所以 如果 来 读 再读一次 如果 你在灵的镜子里面 所看到的 不比在物质世界的镜子 所看到的更加真实 那么 你在灵里 复活的生命 可能被完全切断 看着 这些图画 我已经把这些图画 摆在你们面前了 我希望可以完全的烙印 在你们的心里面 这句话讲白一点 就是 你的魂 就像那个开关 水龙头的那个开关 刚刚看到那个红色的开关 如果你不接受真理 如果你没有读神的话语 你没有更新你的思想 也就是 你没有去看圣经 你没有拿起 你真正属灵的镜子 就是神的话语 神的圣经 复活的大能 在你的生命里面 完全的被切断 我希望我今天的信息 可以帮助很多的弟兄姐妹们 缩短你们摸索的时间 摸索什么时间呢 缩短说 为什么我祷告 神没有听 为什么我已经受洗了 事情都完全没有改变 一起读 现在是反映了自己在过去各式各样的选择中 所带来的结果 再读一次 现在是反映了自己在过去各式各样的选择中 所带出的结果 再来 你的特别不是只在于你的天赋才干 而是在于你做了什么选择 贝佐斯他写出这个名言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思考 我说他到底在讲什么 反正我就一直在问 我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觉得很有道理 可是又讲不出所以难来 我很感谢神 神让我明白 他说 尽管 尽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本来就已经有让我们那个死里复活的生命 就是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个生命 已经回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了 但是我们的里面呢 还是忧虑 苦读 怀疑 不幸 还是处在负面的思想的里面 神的灵 在我们的身上 他还是没有办法动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来经历到 我们刚刚听见的每一个人的见证 或者我们来到教会 听到很多人的见证 永远都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只会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我们会觉得说我们是比较笨吗 还是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在能力上面 或者说我们在起步上面比别人慢吗 都不是 是我们在当下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所以现在 来 下一张 现在是什么 重新拿回主导人身掌控弦 人无法用相同的自己 得到不同的未来 再说一次 重新拿回主导人身掌控权 人无法用相同的自己 得到不同的未来 我们低头先祷告 我们求神恩待我们 让我们今天 真透过今天的信息 搞清楚什么叫做灵魂体 灵魂体 各有不同的功能 神的灵现在回到我们的身上 就是要帮助我们的灵魂体 都回到对的位置上 同样的我们也要对灵魂体 有正确的认识 所以我们最后来读这一节经文 我们就马上要结束 好 来 神的仁慈劝你们 要把身体献上 做圣洁而门 神悦纳的活祭 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 获益 属灵的敬拜 再下一张 不要 不要模仿这个世代 导要借着心意的更新 而改变过来 使你们可以查验出 什么是神的旨意 就是查验出 什么是美好的 蒙他悦纳的 和完全的事 好 下一张 不要 不要效法被童话 被角注在模具里 自愿或是非自愿 接受新的思考模式 习俗文化 更新变化 转变 毛毛虫经过不断挣扎 努力 终于变成美丽的蝴蝶 好 我们再回到前面 不要效法 刚刚那一张 不要模仿这个世代 这里说的 不要模仿这个世代 就是在讲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代 往下 他说你不要效法 他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已经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已经被怎样 好像被放在一个模具的里面 我们已经被困在那边 其实你是困在哪里 困在你自己自愿接受 和你不愿意接受的 思考模式的里面 还有习俗文化的里面 其实你是一直被困在这个地方 你完全没有办法动弹 而耶稣他说什么 耶稣他说 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而圣经里面讲的 心意更新而变化 他的意思是什么 是由内 往外的变化 就像是毛毛虫一样 当毛毛虫经过不断的挣扎和努力 你终于变成一只美丽的蝴蝶 也就是说 我们活在这世界上 一定会有压力 但是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可以让神的话语 成为我们新的人生观念 新的价值观 让神透过圣经 来帮助我们 重新做出正确的选择 当你现在选择 来相信神所说的 你要跟着神所说的 开始在前进的时候 你就会像这个毛毛虫一样 你就会开始发现 你在这困境的里面 你开始成长 你开始不断的改变 我们现在请敬拜团来到台前 我们要来祷告 我们来看下一张PPT 这个呢 我会在下一个礼拜 就是22号 23号 我会再继续讲 因为今天时间不够 我会先停在这边 然后我要跟大家讲 来下一张PPT 在2020年开始 我们站起来 在2020年开始 神就透过先知 不断的在跟神的百姓 在说话 他说我有一个计划 在5780年开始 就是在2020年开始 神说我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叫做隐藏的祝福 什么叫做隐藏的祝福呢 就是神说 我要透过时间 来做一些事情 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 我要让我的儿女 在这个好像完全被隐藏的状态的里面 让他们的身份完全的显明出来 让他们来彰显出神是谁 下张PPT 不是 往下 对 这一张 这是我在不打安全牌2 里面 还没有讲完的信息之一 我说逆境 是显出旧的生命 逆境 也可以让你活出新的生命 今天我们的信息 停在这一个地方 我们自己摸着我们自己的心 来告诉我们